只因法律规定贵族的命令不可违抗 父亲便将女儿绑了起来 恭恭敬敬地交到了贵族手中 男孩本想要上前阻拦 但身体却被无形力量瞬间压制 使他难以移动分毫 只能眼睁睁看着青梅竹马 被贵族士兵公然带走 他恨自己的无能 不能保护心爱的女孩 于是他刻苦修炼 想要冲进贵族居住的都城 就回被带走的女孩 但女孩还没找到 自己的女徒弟却又遭遇了欺凌 两个贵族少爷为了满足色欲 竟提出了共同沐浴的过分命令 女徒弟当然选择了拒绝 不料贵族少爷等的就是这个 只要女徒弟拒绝了贵族的命令 法律就支持贵族行驶无限制处罚权 也就是说想干什么都可以 贵族少爷则直接将女徒弟绑回了家 这可把男孩气坏了 他当即赶往了贵族府邸 但贵族少爷只是一句不许动的命令 男孩便再次受到力量压制 只能在一旁静静观看 可看着贵族少爷嚣张的样子 以及飞扑而上的动作 男孩确信这绝不是正义 他开始怨恨法律的不公 同时回想着青梅竹马被带走时 自己那一动不敢动的默默 他终于决定不再等待 拼尽全力握住了手中的剑 但无形的力量却开始了具现化 最终凝聚在了右眼之中 男孩这下彻底明白了 压制的源头原来在眼睛里 于是他一咬牙便自爆了右眼 从而突破了力量压制 接着一箭挥出 便砍断了一名贵族的手臂 成功打断了这场犯罪 但另一名贵族不仅毫发无损 还很不满男孩的反抗 所以他趁着男孩体力不足 直接拿起墙上的剑 准备砍下男孩的头 幸亏在这关键时刻 男孩的朋友及时赶到 不仅拦下了黄毛贵族的剑 还凭借极强的实力 一剑斩杀了黄毛贵族 让该死的贵族付出了代价 也让女徒弟躲过了羞辱